然后这三只都叫萨克逊人 知道吧 都叫萨克逊人 也就是古代的维京人 那个打胡子啊 拿到斧头打仗来 那个很凶汉啊 但是维京人有一特点 非常尊重妇女 那个原因我估计就是 他们离原始人类母亲社会比较近 那个 anyway 反正历史就是这样 所以德国人啊 他实际上内心有种族优越感 说你看欧洲我最厉害 我们北欧最厉害 北欧老是老大 文化上我老大 知道吧 他觉得萨克逊人美国人 就美国这一只 他说以前部落战争 你是给我打跑的呀 肯定输得很惨 往海里面跑啊 对不对 肯定输得很惨的一只 他心理上看不起 萨克逊人 真是非常有意思 以前不接触不知道 接触了才知道 他们内部 所以呢 萨克逊人呢 他是商业民族 商业民族他不喜欢政府管的 越自由越好 所以他把政府定为 定义为必要的恶 对不对 他的那个关键词是恶吧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你去跟德国人谈啊 德国人正好跟他是反着的 德国人说没有政府就没有文明 政府是一切人类道德的结晶 反着了吧 所以德国人有极强的国家主义传统 相反我们中国人是站在中间的 我们说政府是什么 政府是天下之功企 好人管着做好事 坏人管着做坏事 是不是 中国是最客观的 大家想想是不是 你把这两个极端比一下 从必要的恶 到人类道德的结晶 中国是不是最靠谱 中国那个定义 所以以后你们学政治学 学法学 既要学西方的 更要学中国传统的 我们那个老人的智慧啊 过去我们低估了 包括我 我以前也瞎皮疤 现在年纪大了 发现啊 他以前胡说八道 年龄大了 体会到一定程度才知道 孔子太伟大了 大家看不懂 他罢他 OK 所以 所以